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说咱村东头往那里挂住了 又怀孕了呀 是吗 这也不知道谁的 这谁呀 这不是我们村出去创业18年都没回来那个钢带吗 我看这创业挺成功啊 穿衣是大班 是不是赚老多钱了呀 创业失败了 失败了 怎么可能啊 当初你听我的多好 我要出去去城市 城市套路深 还在回农村 你看你现在就混成这样 一身臭味 我告诉你 你看我在家养猪 哇哈哈都喝起来了 你能喝得了吗 你喝不起 可以了 你老婆呀 在咱们村西头啊 祈祷呢 我告诉你 你这18年没回来 你老婆呀 那个阳俑 狗胖都学会了 你这样 你等着 我去给你叫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你老公 刚带回来了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 我老公都已经18年没有回来了 我儿子今年都8岁了 都上小学一年级了 你们两个真的是 你还不信我 我告诉你 我在从中头就看到你老公了 刚带 我告诉你 他从前回来 老有本事了 哎呦让我羡慕的呀 开个老 哎呀 还七八个秘书在一块 哎呦 那牌面我告诉你 让我羡慕的不得了 就你们两口子在咱们村里面 出了名的碎嘴子 谁家的有一个东西有个藏 你们两个赶紧满春的给人家炫耀 就想看我笑啊是吧 我就不让你看 哎呦不说话 真的老妹 这不骗你不骗你 我跟你老公说的 你在河里边游泳的 那狗泡啥的学的老好 真回来真回来了 不骗你 不骗你这小狗 真的 那难道我老公真回来了 他都已经18年没回来了 那行 我相信你们一次 他在哪呢 他马上应该走到刘寡乎家门口了 马上就到了是吗 那我呢 菜你放这我给你拿着 行那我先走了 走 走 开车 哎 老公 老婆 你真回来了呀 刚才他们两个跟我说我都不相信 老婆 我回来了 这些年 我对不起你 老公 你看人家回来 都穿得光鲜亮丽的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回来了呀 你得受多少苦啊 老婆 这些年 我在外面啊 做生意赔了 赔了 对呀 都说商场如战场 外面做生意 做生意也确实不好做 这些年啊 你给我寄的那些钱 都赔到生意上了 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这不更把那个债还清一点 想着回家看看你和孩子 路费也没有 就去专场打了几天工 一不小心 腿还被砸断了 砸到腿了是吗 对呀 走了三千多公里 才走回来 老公 你受苦了 老婆 这些年 我也没挣少什么钱 都是我亏待了你 要不 要不我们离婚吧 老公你说什么呢 你看咱们两个从18岁结婚 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我从来没有为了钱上面 跟你说这个离婚 我跟你说 从你往后不一起说这样的话 你知道吗 作业自败怎么了 没钱又怎么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在家里面养老鼠 一只老鼠 我可以买20万的 以后我想你跟孩子 啥老鼠那么贵啊 那你就别管了 走我那一回家 好 来老公 老公你休息一下 好 坐一会儿 慢一点 老公 老婆 这么多年 你辛苦了 你更辛苦 你看 我出去创业值18年啊 创业也失败了 一分钱 都没给你家里打 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 又要照顾老人 又要照顾孩子 你一个人在家 辛苦了 老婆 老公 你说什么呢 咱们两个是夫妻 你爸妈就是我爸妈 你对我爸妈 当初咱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你对我爸妈这么好 拿他们当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对待 咱们将心比心 我师父要跟你一样 你爸妈就是我爸妈 你再也不要说什么亏欠的话 知道吗 谢谢你 老婆 没事 老婆 你看我走了三千多公里 走了一路过来的 走了三天三夜 肚子都饿了 一直没吃东西 家里有吃的没有 有啊 我跟你说 那个老鼠肉 现在就在咱厨房里面 我给你做老鼠肉吃 行行 行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你坐一会等会我扶你起来 好 我去给你坐 老板老板 来你起来 喂 王秘书 很遗憾 我老婆啊 没有经受住这次考验 咱们啊 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 好